肺部是维系人体呼吸的核心器官 如果肺部出现问题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现如今空气质量吸烟等原因 导致肺部不堪重负 患肺病的人逐年上升 肺不好的人起床会有三个表现 一个不站说明肺还很干净 一 晨起容易咳嗽 如果经常在早上出现长时间咳嗽 并且咳痰伴随血丝 这一类情况呢 很有可能是肺部疾病引起 二 晨起胸闷胸痛 一觉醒来后 我们整个人会感觉到神经气爽 呼吸顺畅 但是肺不好的人 会在早上起床后稍微动一动 就感觉胸闷气短 呼吸时还会伴有疼痛感 三 晨起脸色差 肺不好的人脸上的变化最明显 常常会出现面色发黑暗沉 并且鼻头变黑 嘴唇颜色变深的现象 肺不好要尽早养 大家都知道吃血梨 可以自咽润肺 但是真正养肺王牌不是血梨 而是它 在中医国籍中记载 胖大海 具有双筋润肺 止咳化痰的作用 可以防止咽喉出现肿痛疼痛的症状 帮助扫除肺部垃圾 是肺部天然的青岛肤 金银花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 对于肺部有节节的人来说 可以很好地促进节节消散 菊花 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 排出毒素和垃圾 呵护肺部健康 薄荷疏风解毒 散热润喉 消除肺部不适 罗汉果下火解毒 清肺火 鱼形草帮助清肺热排肺毒 减轻肺部的负担 准备胖大海 菊花 金银花 罗汉果 甘草 橘皮 薄荷菊米籽鱼形草藉梗等组成的胖大海菊花茶 每天泡两杯 清火养肺 肺部干净入出